兄弟们旅行第66国了 我现在在大西洋边上的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 沿海国家 这里呢是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 之前去过不少的非洲国家 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 大家看一下这个基建水平 特别漂亮 刚才问了这边路人 这个是他们国家本地的一个 安哥拉国际银行 非常气派 这边还有一些酒店 包括一些CBD中心 这个马路也非常的平整 地上完全看不到垃圾 咱们现在呢 就是来到他们的海边 这个地方呢 就是平时他们下午没事干了 会来这个地方跑跑步 看一下这个海边的风景 坐在这个座椅上 非常的歉意 我来安哥拉已经好几天了 因为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好的地方 消费呢也非常的低 所以呢躺平了几天 今天终于起床干活了 大家看很多本地人 会坐在这边休息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港口 大家看一下 港口还是建设的特别好 那边有一个游艇的一个基地啊 专门玩那个游艇出海的 这个安哥拉呢 篮球水平在整个非洲呢 前三啊 也是奥运会的常客 所以说当地人呢 非常喜欢打篮球 像这种基础的篮球设施 在安哥拉随处可见啊 海边打个球 大夕阳 这海风吹过来 不能也不热 打球太爽了 这个海边还有很多 这种儿童的游乐园 这个太悠闲 太舒服了 咱们再往前面给你们看一下 这儿呢是一个咖啡馆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露天的健身房 因为今天天上云比较多 一会儿可能会下雨 他们把那些健身的器材搬回去了 这边有很多本地人啊 我上去聊聊 哈喽 bro 沟通失败 他们当地的语言是葡萄牙语 我没有办法正常交流 所以在公园里面找了一个小伙 小伙是读大学的 帮我兼职一下翻译 一会儿请他吃个饭 兄弟们 我现在从马路这边过来了 这是他们本地最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 有点像国内万达那种 准备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够不够气派 从这边进去 哇这里面特别特别大 有着电梯还有喝咖啡的 非常豪华非常气派 这个二层是一些电子商务 办卡 然后卖一些电子设备 还有这个超市 安格拉卢旺达这边呢 就是空气质量比较好 没有那个环境的污染 并且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 大概就是30度左右 这边是商城的顶部 一个餐饮区 很多东西在这里面都能买到 除了价格贵 其他的没得说 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电影院 他们本地人可以在这边看电影 国际院线都有 这个地方有个门可以打开 外面这边有个台子 在这个商城的高楼 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景色 去非洲其他国家呢 在首都堵车是非常常见的 在安格拉他们首都呢 就是很少会堵车 这是我国给他们建的这个路 还有一些高楼大厦 大家可以看到 罗安达码头那个地方 全部都是游艇 当地有钱人呢 他们喜欢出海派对啊 周末的时候非常的放松 在这个地方在过去有一个海边 接下来呢 咱们去海边看一下 现在参观完这个商场了 准备让小哥呢帮我叫一个taxi 然后去海边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打车啊 大概得花多少钱 这个是小哥打的车 去两公里以外的地方 开了大概几分钟啊 现在就抵达这个海边了 只要1000块钱 和人民币的话七八块啊 Thank you Goodbye 目前是我这趟出来 坐的最便宜的计程车了 我现在就在他们的海边了啊 大家看我身后有非常多本地人啊 他们在这个海浪里面打滚啊 大家看这个海浪很急的啊 那边很多本地人啊 他们都在这个海边游泳 我还是建议啊 兄弟兄弟们不要去模仿啊 这边本地人的话 他从小生活在这个海边 水性特别好 所以说他们不怕的 你看这哥们游着游着 就游到那边去了啊 兄弟们安哥拉这边呢 这个海呢就是靠大西洋了啊 你像东非那边的话 就是印度洋 大西洋这边呢 就是跟咱们国内呢 有大概七个小时的时差 大家看一下 远处啊 很多人在沙滩边玩 你看这边沙滩就很干净 Bro Let me sit here So it's free or pay some money OK 兄弟们看啊 这个椅子就非常的小 神奇的沙滩啊 兄弟们我屁股刚坐下来不到一分钟 小哥就过来了 OK 给钱就完事 What food she said Eat ice cream Eat ice cream Yeah yeah How much for an ice cream 100 100 ok true 兄弟给我拿了一个冰淇淋啊 这个冰淇淋全部是绿婶的 尝一下什么味儿啊 哦 还没挂味儿啊 这个沙滩边上的座位啊 能从下午三点坐到五点 你坐一次的话就要给他3500块钱 说什么这个海边啊逛完了 旅行承诺啊 请这个小哥吃个饭 今天他陪着我一天很辛苦啊 花了大概五六块钱做了一个车回来啊 不到一美金 那一个最高的大楼呢 是他们这边一个五星级酒店啊 住一晚的话一千块钱左右 然后这边有一个餐厅啊 我平时经常会来这边吃 这个餐馆还不错兄弟们 消费在本地算是高档了啊 咱们现在坐下点个菜 坐在这个户外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菜单的价格啊 看一看多少钱6500宽扎 大概四五十块钱啊 他说这个是鸡肉 中午请他吃个饭啊 这是一个牛肉鸡蛋骨条 还有这个米饭啊 他喜欢吃这个大酱米饭 我这是一个鸡腿 两个餐啊 两个人吃一顿饭 合人民币大概就是120块钱左右 这个消费的其实在安哥拉算是正常的了 在刚果筋那边的话 你像这个套餐的话 没有个30美金 基本上很难搞下来啊 也有中国人来这里吃饭啊 废话不多说 开枕烤的鸡肉啊 bro very good delicious 兄弟们看一下账单啊 两个人吃了这么多 还有喝的啊 一共才17,200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兄弟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 拜拜 拜拜